这五块石料你都可以拍下 抱先生 怎么没有一号石料 那可是今天的标王 你要是信我 就不要拍它 欢迎大家来到一年一度的江城石料拍卖会 我们将会按照五十号到一号的顺序拍卖 废话不多说先上第五十号石料 底价五十万 现在开始净拍 一连拍了几块石料 终于轮到了第四十二号石料 更是抱于所选的五块石料之一 两百万 两百五十万 杨少 这块石料并不在我们的选择之内啊 然而梁东并未理会他 只是一脸挑衅的看向周智和鲍鱼 三百万 留老你放心 我只是让他播出点剧而已 东哥 干得好 一个小时的时间很快过去 周智虽然拿下了鲍鱼所选的五块石料 但因为有梁东的台下 也多付出了好几倍的代价 现在开始净拍 本次拍卖会的最后一块石料 也是你们最期待的标王 一号石料 现在开始竞标 底价两千万 顿时才吓的人都开始躁动起来 两千三百万 两千八百万 三千二百万 咦 这是一个声音在鲍鱼身旁响起 鲍先生 虽然你不看好这块石料 但我相信这块标王能开出高级翡翠 刚才他已经犹豫了很久 这块石料可是被国内许多顶尖专家都看过的 皆是十分看好 鲍鱼只是笑了笑没有说话 一亿两千万 一亿五千万 一亿八千万 两亿 周智这块标王 我是在必得 我劝你还是放弃吧 你争不过我的 放弃 我为什么要放弃 不是是 又怎么知道争不过你 既然你自取其辱 那我成全你 五亿 周智 你还敢干吗 周智心里一惊 沉思片刻周智仿佛做出了决定一番 正要叫价 花这么多钱买块不值钱的石料 值得吗 鲍先生这块标王我必须拍下来 你不必劝我 而且这块石料中肯定是能出错的 请你不要再服说 其意 听见这个价格梁东额头也是浸出了细密的汗珠 刘老 你确定这块石料能出过吗 我 梁少 我没有百分百的把握 要不就放弃了吧 毕竟风险太大了 见梁东似乎不准备竞价了 徐美美激动道 宗哥 喊价啊 难道你想让他们看不起我们吗 你要是今天怂了 暴雨肯定会更嚣张了 你忘记他今天让你下跪了 这口气不能咽下去 绝不能让他们拍下这块石料 文言梁东下意识看向周智那边 他发现周智正冷冷盯着他仿佛在说 梁东 你就这点本事 再看鲍鱼 神情自若 面色平静 更是看也没看他一眼 顿时他心中的怒气 猛的生疼了起来 东哥你想想 他们为什么要跟我们争到底 肯定是鲍鱼断定这块石料能大涨 而现在这块镖王 不但鲍鱼看好其他人都看好 开出的东西能差吗 德马奇亚 五了 八亿 这是他公司全部的流动资金了 独注一掷 不成功变成人 听见这个价格 周智面色变得苍白 他已经拿不出更多的钱了 下面我宣布 本次拍卖大会的镖王 由梁氏珠宝获得 周智没有拍下这块镖王 是不是很失望了 都说了不要自取其辱 你偏不听 鲍鱼即使你运气好又怎么样 还不是为我们做了嫁衣 鲍鱼笑而不语 等你们解开了石头 不知道又会是什么表情呢 先生 请问你是在这解释 还是大回去解释呢 就在这解吧 周智既然你在这解释 那我也在这里解释了 我要让你看看我们之间的差距 梁冬哈哈大笑 在他看来他的石料中 必定会开出金氏翡翠 妙解镖王了 当然成为了众人的焦点 滋滋滋的切实声响起 镖王的石皮不断落下 众人的目光 死死盯着石皮之内 出雷达出雷达 看样子还是冰糯种 等石料完全切开 这块翡翠指定不小 师傅 切快点 很快整个石料被解开了 所有人都傻眼了 这确实是一块不小的翡翠 可除了最开始开出的那薄薄的一层 是冰糯种外 其余的居然都是糯种和最差的豆种 这块镖王开出了翡翠的价值 估计一千万都不到嘞 怎么可能 这块石料我可是花了整整八亿啊 想着刚才竟拍时 周已经放弃了 却被徐美美的话影响 他不敢想象这件事的后果 只感觉一阵天旋地转 最终眼前一黑 直直晕倒了下去 东东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周智看见这一幕 也是呆愣了好半晌 心中有种 劫后余生的感觉 都脏了 打仗啊 我的石料组长啊 他赶紧朝切实机看去 冰种翡翠 紧接着第二块第三块 五块开完 居然全都是冰种翡翠 这五块夹起来 假之上 反而事倍不知 鲍先生对不起 之前的事情 是我一时冲昏头脑了 才没有听从你的建议 辜负你的好意 请你原谅 鲍先生 我只是建议而已 听不听是你的选择 不必道歉 既然拍卖会已经结束 那我就走了 说完话 鲍鱼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鲍鱼哥哥 求你帮我救救爸爸吧 线线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爸爸他被人抓走了 我现在一个人躲在衣柜里 我好害怕 呜呜呜 你就躲在那里 不要出来 我马上过来